近年范冰冰卷入流水风暴 作为范冰冰首个正式承认的男友李晨 一直都不离不弃 但童话都有完结的一日 范冰冰终于宣布同李晨结束四年情 李晨虽然外表平实 但追女仔功夫一流 除了刚刚分手的范冰冰之外 还有不少相当散镜的前女友 李晨圈内首任女友就是李小路 当然就是拍电视剧结缘 李晨还纹了个露字在自己的大腿 不过2007年双方分手 李小路嫁人成为人妻 年多前因为偷食而形象传伟 看来李晨都很喜欢在幕前求真爱 她继任女友赵畅娜 就是大家参加众艺节目时认识 而当年李晨还曾经送过一块心形石头 向女方求婚 不过当作家寒寒介入两人感情 女方选择分手他头 李晨和迪丽娜尔情史在2011年发生 维持不到一年 分手后迪丽娜尔就出言讽刺过 李晨最喜欢送心形石头哄女孩 还问她是否做石头批发 张兴雨算是港人比较熟悉的内地女星 因为她和吴卓熙分手之后 就和李晨在一起 她和李晨的感情最光动就是 由相恋到宣布分手只有20天 张兴雨上年8月已经结婚 而且生了女孩 已经得到幸福人生 最后就是2015年公开戀情的范冰冰 李晨更在在范冰冰2017年生日会求婚成功 范冰冰捲入流水风暴之后 李晨曾公开表示会共渡难关 但最后都是以分手作为终结